中概評論 大家好 我是冬德 本週台版跟韓版都進行了更新 可以感受到原廠真的越來越會逼死自己 在這兩週完成了三個版本的更新 台版本次還是基於原版本的內容開放 所以没有能给服装收集爱好者可以玩耍的任务 顶多就是新地图的怪物掉落物 加上目前台韩版很接近 我认为暂时也不会搞更大的更新了 不然只会坐死自己 台版更新 除了新地图的部分 大家比较困惑的应该是 如何进入巴斯拉莫窟 它有个前置任务 是当你进入奥德因平原 就会有NPC赋予你KMC的称号 请安装好称号以后 往地图挤出靠近 开大地图就会有惊叹号显示地区任务 一直完成之后会要你到另一个地图去 后续解完就会送你一张票了 每天可以完成仪式 结果我还是在韩版讨论区找到答案 而官方跟举止都是简单文字带过 巴斯拉莫窟的优点 根据官方表示就是卖垃圾跟经验比较多 没事你也可以去戳地区的boss 打服装造型 而该地区中伺服器玩家只要击杀10万只怪物 就会有个卖家具杂户的商人出现 你可以使用徽章蝴蝶金币等购买商品 如果有刚好遇到可以来买一下 奇怪的话蝴蝶翅膀很小 不要太期待 最后要介绍就是睡眠模式 一般只能获取经验跟金币 有购买商城道具就可以多个剪道具的功能 其他相关操作请详阅公开说明书 但整体效益上会低于上线挂网 比较适合没空一直挂网的玩家 如果你都用模拟机挂网就没什么意义了 其他就没什么新东西了 请各位继续等待下个月 韩版更新就跟上次介绍过的差不多 没额外的爆点 主要来补充上次的说明 这是新增的雪地场景跟PVP地图 而PVP地图中除了组队跟同工位以外 即使你在设定中关闭了攻击其他角色 也都会强制互打 而自由城居住区 本质套用的范围 从巴洛克峡谷之后开放的地图 外加副本 而本质开放的地图就必须等到下个城镇出现 装备 雕像的快速切换 我测试完了一下 副总组设定中可以共用雕像 装备 雕像的快速切换为帐号共用 而装备是分开设定 在战斗中无法切换 并且有冷却时间 单人副本调整 每日可以免费选一个进场 降低并调整副本每层的目标 提高副本击杀经验 减少初学者训练营的障碍物 再来就是新的山尊雕像 其中比较有特色的 就属这次雕刻师专用的闪避雕像 闪避攻击后可以触发伤害提升 算是稍微BUFF激临绝肘的雕刻师 山尊雕像的制作材料 除了新地图的材料以外 部分材料各位可以先提前开始准备 说不定有朝一日可以制作 其他项目 部分BUFF在角色死后再复活一样会保留 道具放在仓库可以直接使用 怪物卡掉落调整 特殊装备掉落提高 副本部分道具几率调整 部分主线简化 迷野坎塔 工会狩猎场等 入场等级下修 部分界面优化跟43项BUG维修 最后特别加码 这次更新后的沿上话题 韩版为了鼓励新人加入跟退坑玩家回归 推出了新人回归奖励 连续登录10天 就可以依序获得T4武器 跟T4整套防具 初衷是挺好的 想改善部分玩家的游戏体验跟入手难度 但部分一直经营的玩家就挺无言了 所以讨论区开始出现各种 我先退坑14天的文章 就看官方是否后期会调整或者补偿了 反正老样子 早买早享受 坚持下去一样有体验 来聊聊最近我跟日本玩家的交流 真的是世界观冲击啊 诸如闪避法师 力量盛奇 体力战士 魅力雕刻 又或者法师拿弹杖被笑很烂 只能说不是台海版的主流玩法 并非谁对谁错 感谢台版当初大佬玩家的研究 真的少走很多外露 我想除了游戏内的奇葩推荐属性以外 另一部分应该是顶端课金玩家的因素 毕竟课金主导了市场趋势 能拿机关将打爆对手 即使穿蓝白拖又如何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掰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